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航版天堂M1月第三桌的更新内容 本桌的更新内容有点多 我帮大家整理了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活动 蓝龙的成长支援箱子 以及潘朵大的宝藏图 第二个重点是龙之水晶开放的祝福系统 第三个重点是终于开放了200万的综合硬币制作箱 好的,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第一个重点吧 好,第一个重点就是蓝龙的成长支援箱子活动 他的活动条件就是每天60级以上的角色 击杀100只怪物就可以获得这个蓝龙成长支援箱 那这个里面可以随机获得龙之胜水 龙之钻石五个 或者是闪亮的成长药水 加10%经验值的三个三选一 然后另外有机率可以获得新的娃娃卡 红色的飞龙 好,第二个活动就是令台湾玩家造成梦魇的活动 潘朵拉的宝藏图 他又回来了 玩法一样 每天60级以上的角色可以进行这个活动副本的传送 去之后 东西南北四个地方打开宝箱就可以获得奖励了 就过关了 那这个到之前有台版出现的bug 造成了大多数玩家的回收 回收那个 缩回的那个 那个分争 那这次的奖励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 其中的最大奖 应该就是这个蓝色卡片吧 潘朵拉宝藏盒里面靠在大奖 就是这个激励获得圣物潘朵拉的魔药 蓝色圣物 好,再来往下看 这个传送卷轴可以透过这个 每日一个角色可以制作一次 他的材料是使用12张碎片 宝藏图碎片 或者是3个红色的宝藏图碎片 或者是那个完整的 也可以完整的宝藏图 或者是一个完整的红色宝藏图 或者是龙之钻石碎片3个 再加上300的祝福粉末 就可以制作一张这个传送卷轴 好,第二个重点就是 开放了龙之水晶祝福系统 这个我目前还看不到能力 可能等到晚上3点半的更新 我再帮你们看一下能力吧 基本上我在猜应该是两颗一样的 直接合成祝福的吧 跟其他的饰品一样 好,再来本周开放的制作有 这是研磨和死神伺服器的,那跳过 好,终末制作内容大同小异 那这次的指卡是 暗黑之星咒诗跟堕落 然后这次开放了 制作有那个经验 埃斯卡洛斯经验装的选择箱 还有奥塔1-9楼服的选择箱 以及奥塔10楼传送服 好,再往下看 本周的限定制作还有哪些呢 有这个 蓝龙的综合硬币补给箱 还有加6的农之水晶制作 以及这个饰品保护卷轴 那基本上这个应该也是从加5升加6 然后250张去拼的那一个 那这个蓝龙的综合硬币选择箱 该说它里面是给你4色硬币 25万,这个应该是CP值蛮高的 那来往下看 那因为推出了祝福农之水晶 所以本周开放这个个人的限定制作 就是它可以制作保底加5的农之水晶四色的 还有4种农之水晶的箱子 45个 各45个 让你去充好充满 那本周开放还有开放 那个四色耳环的选择箱 还有加6 4个皮夹克选择箱 以及双加4的 加4的双印章选择箱 最后个下面这个是食人魔的 圣物补给箱 那食人魔的圣物补给箱 它里面可以开到的就是 10个高级圣物抽 以及10万的圣物币 好,再来本周的那个商城台币包 也做了蛮多的新增内容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原本叫做 梅芙的神秘箱子嘛 它里面可以新增的获得 选择箱可以获得那个3000的荣誉币 还有全新的那个神秘抽卡包 好,这边没有新增 那我们就看有新增的 再来这个是原本的那个守护石箱子 守护箱子现在新里面的道具变更为 这个阿属我的商品选择箱 里面可以选择三颗守护石 或者是高级粉末3600粉 把卡包不变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哈维的支援箱 这个哈维的支援箱里面 会有一个哈维的令牌 以及综合硬币选择箱 两个2万 然后这个哈维的令牌 就跟之前一样可以做 融资钻石碎片200个 或融资钻石600个 或者是 或者是做这个神秘的卡牌选择箱 好,下面的礼包 基本上大同小异 我就不特别赘述了 那这一次我刚刚说的第三个重点在这边 第三个重点是这个 本次的商城行政 他以往都是开放三色硬币的制作 以及单独的圣物币50万 这次他把圣物币直接纳入了这次制作里面 等于说他制作是综合硬币选择箱 70万失败,成功是110万 大成功是200万 等于说你可以一次做出200万的圣物币 这算是一个相当补的活动 之前的三色币就是把圣物独立出来 50万其实很少 这次基本保底盘就70万了 也要使用8个代币可以制作 那这个CP值一样 如果你单纯买这个凭证4000钻去拼 这个是很划算的 这个礼包基本上的内容物都一样 可买可不买 本次的活动内容大概这样子 那我们等晚一点3点半之后 再帮大家整理详细的祝福水晶系统吧 我是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